由于人面魔珠的阻拦导致了唐三小五错失了最佳的逃跑时机 因此两人很快便被武魂殿众多强者追杀 面对众多强者的强力进攻唐三深知此番凶多吉少 而他现在唯一能做的便是尽最大的能力保护小五 只见唐三瞬间使用蓝银草以及外副魂骨进行防御 然后将小五紧紧搂在怀中 但奈何众人的进攻十分强厚 仅仅片刻蓝银草的防御便瞬间瓦解 但是此时一道耀眼的光芒突然爆发 虽然唐三此时魂力已突破到六十几 但面对武魂殿众多强者唐三深知毫无胜存 为了保护小五唐三决定让小五先行逃离 自己选择留下来为小五断好 唐三的此番操作彻底惹入了武魂殿众人 只见武魂殿众多强者疯狂地揉虐着唐三 天狗焰更是活生生地将唐三的外复魂骨直接拔出 就在众人准备使用联合一击终结唐三之时 想不到唐三竟用右腿直接接下来这强力的印象 直接用腿攻击 全部有底牌都用完了吗 唐三 伴随着强力的一击与唐三右腿的相准 只见唐三的右腿瞬间爆裂 而蓝英皇的右腿骨也随之拖离 原来唐三的目的便是剥离这枚魂骨赠予小五 从而让小五使用这枚魂骨的飞行技能更好 小五 魂骨激动飞行 快走 更是到最后唐三进步息燃烧自己的生命 用自己的身体形成了最后的屏障 为小五阻断了武魂变众人的全部攻击 哥 对不起 这一次 我不能让你的计划完成